好吧 好的 首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清单教育下午的一个VIP免费视频课 我是本节课的一个竹江老师 我叫自由 本节课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的话是 对于我们这一个笔区格的一个小说网站进行一个下载 会最后会实现一个小说下载器 你输入相应的一个小说名字或者作者名字就可以进行下载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案例 然后网址的话已经发在公屏上面了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本节课所使用的一个环境的话是Python 3.8的一个解释器 编辑器是用的拍下 如果说大家是使用的一个VS code的话也是可以的 问题不大 然后Python的话 你们的话大家都是3.0以上的版本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大家喜欢想要跟老师的版本一样的话 对不对 也可以干嘛呢 也可以去找木子老师要相应的一个安装包 写爬虫不会改成函数怎么办 是不是函数没有掌握好 不会调运函数那些 对的 那你肯定是这样子 你不会写的话 那你肯定是函数这方面的内容是没有学好的 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模块的话 主要是这几个一个request posa tqdm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pandas 主要所使用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这两个东西 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本节课的一个正式内容讲解了 有没有零基础的同学 零基础的同学给老师扣个零看一下 大家的话基础情况是怎么样子呢 一的话就是有基础的对不对 那零的话就是零基础那有基础的同学还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多的 我是说零 好的呢 那零基础同学的话在听课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话可以多问一下 好吧 然后我们今天爬的这个网站的话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是一个静态网页 我们可以先干嘛呢 先我们自己随便找一个小说吧 大家有没有喜欢看的一个小说 如果说没有的话我就找一本比较小 章节比较少的 这样子爬起来效果会比较快一些 哪一个呢 这个什么天道修改器 对吧 这个名字就感觉是一个系统文 系统文 那我们就可以先爬一下这一个 先爬一下这个小说 那我们小说内容的话 我们是肯定是先干嘛呢 先去爬取一张 我们要先把一张的一个数据爬了 我们才能去爬一本的一个小说内容 对不对 那一张的话 一个内容怎么去爬呢 我们是不是要知道 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是在哪里 那我们爬小说的话 我们是肯定要它的一个标题的吧 对不对 它的一个标题我是要的 然后以及它的一个小说内容 这些我也是要的 那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去哪里去分析得到呢 按照最正常的话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F12 我这个按F12 它怎么去去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按F12 的话会可以打开一个开发者工具 那在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的话 我们就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抓包分析 当然了 我们刚开始打开这一个开发者工具的话 它是一个空白的面板 是没有数据加载的 只有当我们刷新这一个网页之后的话 它才会有相应的一些数据内容加载出来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爬虫去实现案例的第一步 永远都是通过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 当然了 这里面的话 它得到的一个数据是比较多的 很多同学会觉得 我们这么多的数据包 那哪一个才是我们想要的呢 我想要的数据 它是来自于哪里呢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办呢 可以用到它里面的一个搜索功能 哪一个 就是这个放大镜的一个东西 点击一下社区 点了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复制粘贴过来 比如说我要这个标题 我给它复制粘贴过来 然后回撤一下 回撤之后的话 它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数据包 这个数据包的话 就说明我们想要的这一个标题 已经在这个里面了 当然我们大家的话 也看到了 是不是 这里是有一个he的一个标签 那么点击一下 点了之后的话 这里的话 就我们想要的一个章节名字 就是小说的一个章节名字 那它小说内容呢 它小说内容的话 其实在这个里面 它也是有的 在哪里呢 可能说我们这样子看的话 是不是那么好看的 对不对 是在这个地方是有的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是有的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这样子看的话 也不是很方便 那你也可以用同理可得 复制它的一个小说内容 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搜索 它这里是不是就有了 老师新年好 同学新年好 同学新年好 这个的话 我们想要的小说内容 也在这里面 你们看 看的话 就有时候会有些同学会觉得 看这一个response 都是一些代码 看起来不是那么方便 你可以点什么呢 点这个preview 点这个preview 你点preview的话 虽然说这里看起来 是一个乱码的样子 但是你应该能 大概的猜得到 这一个是它的一个标题 那下面的话是它的一个小说内容 是不是 那我如果说想要爬取一张的小说内容的话 只要对于这一个URL地址发送请求就能获取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给大家直接写代码了 好吧 关于数据去怎么找的话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直接就去写代码 像代码的一个实现步骤的话 主要就是分为这几个步骤 第一步是我们的一个发送请求 对于我们刚刚分析得到的 分析得到的一个URL地址 发送请求 那第二步的话是获取数据 获取的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response响应数据 第三步呢 就是解析数据 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像我们的一个小说章节名字 以及呢小说内容 对不对 那第四步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存数据 把我们提取出来的内容 保存到本地 保存到本地 这就是我们pathon代码 就是爬虫代码所实现的一个基本的四个步骤 那第一步的话发送请求 对不对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是需要干嘛呢 导入一个数据请求模块 request import 我们的一个request模块 这一个模块的话 它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是需要大家去PIP in store安装的 我们安装好了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去导入了 如果说你没有安装好的话 它在这个下面会有一个红色的一个波浪线 会有一个红色的波浪线 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显示的 你没有安装好的话会有一个波浪线的 如果安装好的话 它就是一个呐呈现灰色的 为什么会呈现一个灰色的样子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对它进行使用 如果说我对它进行使用了 比如说我这个request 对吧 我打了这个点上一个get 已经对它使用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显示出来了 好吧 然后呢 我们还要确定一下 我们所需要发送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就是哪一个 就是这一个吧 也就是我们导航栏的这一个网址 我们直接就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request 模块里面的一个get请求方法 把我们的一个URL地址给它传进去 就把这个URL给它传进去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response的一个变量 接收一下它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这个response的话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response是长得一样的 这也就是我们自定义变量的时候 要有一个什么呢 见名之意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变量名的话 是什么意思 你就知道它返回的一个数据是什么 那么就可以直接print 打印一下这一个response 这个response你打印出来之后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响应对象 这个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response 响应对象 然后200的话是表示我们的一个请求成功 对的 它是一个状态码表示请求成功 有些同学刚开始学的话会有一点点疑惑 为什么呢 就是我在这个开发者工具里面 所看到的这个response 它是这么个样子 那为什么老师你这里所打印的 这个response却是这一个呢 对不对 这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response的话 它是我们响应题返回的一个文本数据 它是一个文本数据 像我们页铭同学所说的 对吧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tax 就能得到跟它相应的一个数据 就一样的了 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得到了 就要加上一个response.tax 这个response.tax的话 它获取的就是什么呢 点上一个tax 获取的就是响应题返回的一个文本数据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个网页原代码 好吗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第二步 发获取数据的一个步骤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获取数据的话就是一个 这个玩眼 就这么个玩眼 那我们开始 那我们既然已经获取到数据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进行第三步数据解析了 要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小说的一个章节名字 以及小说的一个内容 解析数据 提取数据的话 是有好几种解析方式的 提取数据的一个方式 像我们的一个xpass 或者说css 还有我们的一个i正泽 这三种方式 都是可以去提取数据的 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话 就用我最喜欢的一个css选择器 是吧 用css选择器的话 我们是需要给它导入一个数据解析模块的 那我们就import导入我们这一个pursal模块 这个pursal模块的话 千万不要打错了 是prsl 是l 因为它有一个智能提示的话 它有一个r的 对吧 它是两个之间会有一点点区别 你们千万不要搞错了 我们要的是这一个 是一个l结尾的 不是r结尾的 这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细节点 希望大家到时候写代码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r1好不好 r1也好 反正你学习爬虫的话 这几个都是需要去使用的 好吧 像这一个的话 你用r1是没有那么方便的 是没有像用css那么方便的 那我们直接把我们得到的这个 给它进行一个转类型 像我们这个放学别走同学 对吧 当我用r1正责的时候 你会说 哎老师用xpass行不行 当我用css或者是xpass的时候 你会觉得用r1行不行 同学你是扎厂子的吗 对吧 同学你是扎厂子的吗 selector 三个都要学 对的 三个都是需要去学习掌握的 这一行代码的话 就是把我们 把我把获取到的一个什么呢 response.tax 转换成我们的一个selector对象 对象 因为在这个对象里面的话 就可以才可以调用我们的那些方式 比如说selector点上css 对不对 那我想要取标题的话 它标题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个title的一个标签里面 那我们直接根据它的这个来看吧 根据这个 直接点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也一个 这是第一张 对不对 那我们直接取he标签可以吗 那肯定是不太好的 因为我直接取he标签的话 它可能会有挺多的 he 对吧 它是有两个的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它是有两个he的 我们最好的话 是从它的上一层开始去 从这个class 对吧 等于这一个book name 先取这一个标签 然后再取下面这一个 然后的话怎么取呢 像css的话 就是用一个点代替它的一个名字 然后book name 然后再取它的一个he标签就好了 就取它的一个he标签就好了 copy对吧 你喜欢copy的话也可以 copy我们的一个selector 那也是能得到的 对吧 只是说我们copy下来的一个语法的话 它是会比较长的 比较长的 像我们自己写的话 就只需要写这样子写就好了 就会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那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直接就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我是需要这一个he标签里面的一个文本属性 它是要它的一个文本数据 那我们就加上一个什么 要这哪个标签 那就是这个标签 要这个he标签里面的一个什么数据 文本 就是text 点上一个什么get 点上一个get就行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nora nora title吧 小说的一个标题 章节标题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大家打印看一看 打印看一下 来我们直接运行 像这样的话 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它的一个章节名字了 这就是第一章 八种定位元素 八种元素定位 什么是八种元素定位 你想说的是什么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就是解析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要取它的一个小说内容 那我们也看一下它的一个内容在哪里 我们想要的一个小说内容 都是来自于这一个content 对吧 id等于一个content里面 那我就直接取这一个 它是一个id 我们前面是一个class class的话 你是用一个小元点代替 那是id的话 那就是用个警号件content 就可以定位到这里面了 然后警号件content 取到这个标签之后呢 我是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 取它所有的一个文本数据 那就是get all 因为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是比较多的嘛 对不对 是不是比较多 有很多行 那就是取它所有的 那就是用个get all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nover小说内容的一个变料 给它接受一下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跟大家对比一下get和get all的一个区别 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是get 我们get所得到的一个数据的话 get是获取第一个标签数据 也可以说是获取一个的一个标签数据 返回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字符串数据 是返回的一个字符串数据 然后get all的话 是获取所有的一个 表情内容 然后返回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列表数据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区别 它的一个区别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另外一个 这个跟我们这个possom块是不一样的 你说的是这个是那个selenium的一个模块的一个使用方式 而不是我们的一个possom模块的一个使用方式 好不好 都不是同一个东西 同学 就好比说我们在说面条 对吧 你在说粉 面跟粉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那我们得到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列表 我们是需要需要把列表转成字符串数据的 为什么要转成字符串数据呢 原因在于我们保存数据的话 是不能直接对列表数据进行保存的 我们用visopen 然后f点一个write写入的话 我们写入的数据是要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数据 好不好 是要一个字符串的数据 那这个的话怎么转呢 有同学知道怎么把列表转成字符串吗 同学知道吗 有没有同学知道的呢 没有吗 不能用str 不能用str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用str转化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先用str给你们转换 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你会发现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 它还是有这个东西的 这是str的 因为它强制转换的话 它里面的一些东西还是在这里面的 像这中国号也在里面 它外面其实是有一个引号的 所以说不能用str 我们是要用到一个join的一个方法 用一个join 我们用一个换行符 用个换行符 给它进行一个合并 把我们这一个nover content 给它写进去 那我最后的话 也用这一个 也还是用这个名字 给它进行一个命名吧 为了区分的话 我可以给它写一个list 好吧 稍微区分一下 那我们再运行 看一下效果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我为什么这里要加一个-n呢 这个-n的作用是什么呢 -n的话 它是一个换行符 换行符 换行符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 我们原本的一个 是什么样子的 我给你们再打印 看一看 就你们要清晰的认 知道我们这些 写的一个用法 是为什么这么去用的原因 如果说我不用-n的话 我不用-n的话 我们想要的这个小说内容的话 它是在一行 对的 如果说你不用-n的话 它是一行 如果说用了-n的话 它就是把每一个 对吧 它把列表里面 每一个元素的中间 都会加上一个-n 就是这个元素中间 在这个元素中间的话 它会加上一个-n的 一个符号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呢 换行的一个作用 那换行的话 肯定是会好一些 原因是在于我们去 阅读小说的时候 你肯定是分行看的吧 对吧 一行一行看上去 你不可能说一行 全部挤在一朵 那只是不太好的 好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已经把这一个数据 就给它获取下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第五步 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 来对于前面解析数据 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和解析数据 这三 三个 这是第四步 前面三个步骤 有没有不懂的地方 方便阅读 对 有不懂的地方 如果说都听懂的同学 给老师刷个鲜花 如果说有不懂的话 你们可以问一下 OK 都听明白了 对不对 好的 如果说不明白的话 你可以问哪一行代码 用Xpass方便 用Xpass也是一样的 Xpass的话 会写的会更加复杂一些 会复杂一些 你想用Xpass的话 给你写一下好吧 如果说Xpass的话 这个标签就不能这么去写了 它的话是什么呢 写杠 跨节点提取 然后这里面的话 是有一个 atclass 等于 等于哪一个 等于bookname 这里面的话 是用双引号 因为我们外面是用的单引号 那这里面的话 是要用双引号 然后再取它的一个什么呢 he标签 he标签里面的一个什么 文本数据 那就是这样子就写了 那我们这里给个Title E吧 Title E 好吧 再给你打印看一下Title E 是不是 嗯 是个念 嗯 跨节点取啊 bookname class3 我写错了吗 没写错啊 Xpass 来我直接复制一下它的Xpass 这个是ID等于我们的这个bookname bookname的下面的一个he标签 he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获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 哦 少了一个括号 用的比较少 忘了 哈哈哈哈 用的比较少 Xpass用的比较少 哦 用的比较少 Xpass用的比较少 因为我们用 呃 那个的话 用CSS的话 是不需要加括号的 哦 一下子忘了 忘了 对吧 这就是Xpass的去写的 跟CSS的 你会发现 其实用CSS的话 会更加简别一些啊 更加简别一些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你的话 就是变成了一个 呃 把这个 把这前面改成一个ID 等于我们的一个content啊 然后杠我们的一个呃 text就行了 前面信号是吗 取所有的 取所有的 这个的话 你就要去看 Xpass相关的一个语法了 但是选择器会很难记 选择器不难记啊 选择器还好吧 我觉得选择器挺好用的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保存数据 用我们的一个VSopen VSopen的话 那首先我们的一个名字 对吧 小说的一个标题 加上呢 一个后缀 点txt model 保存方式 保存方式用什么 这是一个小的字典 同学 能不能告诉我 保存方式用什么 对 是点bookname 加空格 对 点bookname 加空格 加he 这是空格 w w加 w wb 你们对于w吗 那我们就先写个w好吧 先写个w 然后sf吗 这样写吗 可以吗 然后right 把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给它写进去 对不对 那content 那我们content 好吧 这个是a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都说了很多wa 然后wb 你们这些的话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这些意思是什么 对吧 你别光猜啊 你要理解每一个意思是什么 像w的话 它是写入 写入数据 但是会覆盖 a的话 是写入数据 是追加写入 写入在文件目尾 wb的话 你应该了解的是b b的话是二进制模式 二进制模式 wb的话 就是以二进制的一个方式写入 对 就这样子的 所以说你这里的话 直接写个content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这样子写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你这里用w写的话 哎 出 报错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报错呢 同学们 啊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对 我们保存的是什么 我们保存的是文字 你文字的话 你要不要指定编码 我之前有说过吗 我之前有听过课的话 同学应该知道 保存文字的话 你一定要去指定一下编码 UTF-8 这样子才可以 运行一下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一个小说了 一章的一个小说内容 这就是我们一章的小说内容 但是这样子不是特别好 告诉你啊 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小说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看小说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我们的一个小说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先是章节名字嘛 先第几章 第一章 然后章节名字是什么 然后回测一下 再是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 小说内容完了之后的话 就是第二章 然后XXX 对吧 然后再是小说内容 是不是啊 按照的话 应该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保存方式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话 要给它写入两个东西 一个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小说标题 然后呢 给它来一个 写入一个换行符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话 你也可以给它再来写一个换行符 当我们保存一章的话 你不需要写两个 写一个就行了 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正确的 那这个方式就要改成A了 就要改成A了 因为你W的话 那你还是保存的是什么呢 保存的是后面的 这个内容 就会把前面的一个标题给覆盖 那这个地方就要改成一个A 追加写入了 追加写入的话 我们把前面的这一个 给它删掉 给它删掉 不然它会追加到后面去 再运行一下 好吧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 第一章是什么 对吧 章节名字是什么 然后小说的一个内容 好不好 这就是爬取我们一章的一个 小说实现的一个步骤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一章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首行缩近能加吗 它自动缩近了 同学 它自动缩近了 它前面是有空格的 它前面这个是缩近 四行 我们在这里看的话 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在小说软件上面看的话 它是排整非常工整的 就是排版非常好的 我们只是说这个打开 用文本打开的话 会有一点点不太好 不太好看 因为这里有个顶格 然后这边是有空格 但你在小说的软件 手机软件上面 看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的 OK吧 这个的话就是爬取我们一张的一个小说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要去对它进行一本的一个小说内容 进行一个采集 爬一本 因为爬一张肯定是不满足于我们的 我们总不能说每一张的话 都给它换一个URL 是不是 那我们爬一本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爬一张是请求这一个URL 那我爬一本 我只需要把它所有的一个章节网址 给它获取下来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爬一本了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去获取呢 来我们直接也是去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章节URL地址 从哪里来的 选择这个network 刷新网页 刷新网页 对不对 那我还是搜索这个白骨系纸吧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它前面这里是不是就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是不是就有我们的一个内容了 这是它的一个章节名字吧 这是它的一个章节名吧 对不对 是不是就都有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进行 对哪一个URL 对这一个URL地址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获取它里面的一个章节名字就考了呀 章节的一个名字以及URL地址就OK了 那我们直接来给大家写下代码吧 我把这里的话我就先注释一下 先稍微注释一下 URL 那我这个URL的话就是哪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小说列表页的一个URL地址 我还是给它加上一个HIDES吧 不加HIDES我心里面总是过意不去啊 知道HIDES是什么的吧 我应该不需要再强调HIDES了吧 这个HIDES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头啊 请求头 主要是用来伪装的 我不加的话 我心里面总是有点点不舒服 还是喜欢加上它 然后的话我们还是一样去发送一个请求 Request点上我们的GETURL 对吧 HIDES 把这两个参数就直接传到这里面就行了 然后传到里面 那我们一样的Printer打印一下 Response.tax 看一下得到的一个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数据是不是有了 它的一个章节名字 以及它的一个URL地址 那这里的话我就给大家换一种啊 匹配方式去匹配 换哪一种呢 那我就用一个正则好吧 你们大家都想看一些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用一个正则吧 正则表达式的一个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RE 正则的话是可以直接对于这个Response.tax进行一个提取的 那怎么用呢 RE点上一个Final 然后把我们想要的数据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我先取一个吧 先取它的一个小说名字吧 小说名字我肯定是要的 就这个HE 对吧 这HE多不多 看一下 酷哈 点心 就是一个 那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就好了 复制过来 对 然后从哪里 Response点上一个Text去匹配 然后给它取出来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说名字 Novenate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一些章节啊 对不对 我也给它复制过来 我想要的是什么 它的URL地址是不是我要的 那用个括号 点心问表示 那它的一个小说名字我也要 那我也用个括号 点心问 对 这里就不取零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说内容 Info 小说信息 给你们都打印看一下 来运行 看一下效果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得到了小说的一个章节的一个URL地址 以及它的一个章节名字 还有它的一个小说名字 就都得到了 这就是正者表达式的一个使用方式 简不简单 难不难 不难吧 就我们想要的什么数据 我就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我想要的内容 就用括号点心问代替就OK了 然后后面的话 我这里为什么要加一个零 这里为什么不加呢 有同学知道吗 可以给我 对吧 给不清楚的同学科普一下吗 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里为什么要加个 中括号零 为什么 知道的同学 不愿意说 不知道的同学 他是真不知道怎么说 取第一个 另 real 设表的第一个 列表的第一个 对 列表的第一个 不掺杂其他的信息了 对 因为我们前面在 在这个地方 我就有 哦 这里没有跟大家说 因为我们正则表达式吧 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正则表达式 表达式 提取出来的一个数据 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对 它返回的是列表的话 我们保存数据啊 那些东西的话 都是以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形式去保存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 要给它把它取出来 因为它只有一个元素 按照正常的话 它返回的应该是返回的是这个样子的 对 它返回的数据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列表里面的元素 给它取出来 就有起了一个取零 取出来了 那这边的话我们没加 因为它里面东西比较多 我们等一下给它便利一下就行了 给它便利出来 好吧 那我们这里直接给它便利出来 for我们的一个什么 for我们的一个noverul noverul 小说的一个章节的一个URL地址 和我们的一个什么 novertato tato tato 对吧 因什么呢 因我们的这一个 小说的一些 这个吧 就在这个里面对它进行一个便利 便利出来之后的话 像这些URL地址的话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会一个一个提取出来了 就把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 就一个一个给它 都提取出来了 对 它章节名字啊 URL地址啊 当然了 这一个URL地址并不是完整的 完整的一个URL地址是长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们下面的话是不是有 它只有什么 它只有后面这一段 没有前面那一段 那怎么办呢 那我是不是需要干嘛 给它拼接完整 给它拼接完整 把前面这一段内容 给它加起来 给它拼接完整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就能得到完整的一个URL地址了 好吧 还是比较乱 有从一开始的 你这个是 顺序啊 就是那个什么 所以你的位置 都是从零开始寄出的 所以位置都是从零开始寄出的 像列表圆主啊 这些 对吧 都是从零开始寄出的 还有字符串也是啊 这里是不是就得到了 我们想要的一个URL地址 那我就把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玩意 给它取消注释 回撤一下 不是回撤 这是按一个table键 缩净一下 缩净一下 我们这个URL是不是有了 那我这个URL的话 我就给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NovelURL 并且我也给它加上一个 Headers 把Headers也给它传去 那这边的话 也是一个response 点tags 那这个标题的话 我可以不用取了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已经有标题了 我就不用再取标题了 对不对 那保存的话 是不是 保存这里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我们保存的话 应该是保存了什么 NovelNet 保存到一本小说里面 这个就要改成一个 它的一个小说名字了 然后的话 这里还是一样的 这里还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保存一本小说了 来我们直接运行看一下吧 给大家运行看一看 我要写个打印吗 我写个打印吧 Prent 正在保存 保存哪一个 保存第几章吗 运行一下 对啊 这样保存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是不是 他就会把这个小说 都保存到这一个文本里面 看不见这个数据 是不是一直在加 一直在增加 这个的话 就是爬取一本小说的 一个实现方式了 爬一本 跟爬一张的话 其实是都是挺简单的 都挺简单的 那你理解了吗 同学们 不说话了 怎么不说话了呢 好吧 都清楚明白的同学 刷个鲜花吧 好吧 刷个鲜花 这就是爬取我们 一本小说的一个内容了 他一共有多少张 哦 已经爬完了 一共是46张吗 就爬完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得到的一个数据 是什么样子的 对 第一章 第一章看完之后的话 他会有一个第二章 对不对 这四道 皆是人情事故 第二章看完之后的话 然后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三章 对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没有问题 这样会不会看起来麻烦 看起来什么 看起来麻烦 你觉得看起来比较麻烦的话 你可以给它封章成函数 可以给它封章成函数去写 本杰克买了吗 什么本杰克买了吗 本杰克买了啥 这就是爬取我们一本的一个小说内容 很多章在一起了 看起来会不会麻烦 我告诉你 它这一个的话 你们是 我这个是保存文本 你们谁现在看小说 是这样子去看的 没人看小说 是在这个电脑上面看的吧 大家是不是都是用手机去看的 你用手机看的话 它会自动排版 自动把章节分开的 懂吗 你像这样子保存的话 它会自动排版 自动把章节分开的 也会有一个目录选择章节的 你不可能总拿一个 这个在电脑上面 拿个TST文本 这样子去看吧 应该没有同学 是这样子去看小说的 对不对 我们 我们虽然说在这里看的话 可能 有点不是很舒服 但是你在手机上看的话 它是排版格式是非常好的 好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爬取一本小说的一个内容了 没问题哈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什么呢 爬取就是实现搜索功能 我们爬取一本的 爬取 一张 采集一张吧 一张小说 讲完了 已经完成了 然后采集一本的小说 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的话就实现一个 对吧 当你实现一个什么呢 输入小说的一个名字 或者作者名字 作者 名字 对吧 搜索这个之后啊 它会给你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 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 相应的数据 然后你可以选择想要下载的 选择书籍进行下载 那么这里的话就也给 干嘛呢 给它直接 直接给它阻止掉 那么接下来要实现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一个 搜索功能 搜索功能的话 那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有一点不一样的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爬 一本小说是这样子 我爬其他小说的话 是不是只要改什么 改这一个URL地址就行了 我把 比如说我现在爬的是一个 天道修改期的 这个小说内容 那有些同学说 想爬那一个什么 修真聊天室 对不对 或者说进来吧 那就进来吧 或者说是建来 对不对 那它建来的一个书的话 它是不是也变了 它主要是改的是什么 改的是这个ID吧 对不对 改的是个ID 我们只要获取它的一个书籍ID就行了 那怎么去获取书籍ID呢 怎么实现一个搜索呢 那我们就要用到它这个本身的 这一个搜索的一个功能了 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分析 我们分析这一个页面 是不是 你看我这里是不是输入了一个建栏 它就给我们返回的是建栏的这些数据内容 我们直接来通过检查看一下 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就有我想要的数据内容 它这个的话是不是有一个URL地址 我把这个后面改成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就行了 改成我们想要的 比如说我这个的话是搜索的建栏 那我想要搜索其他的呢 比如说斗罗大陆 把它复制过来吧 那把这后面改成一个斗罗大陆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对不对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搜索的是我们的一个斗罗大陆了 斗罗大陆可增多 可增多 可增多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需要对哪一个呢 对于这一个搜索的这一个URL地址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获取里面的一个小说的ID 就每一张小说的ID 它的一个名字是什么 然后它的一个作者是谁 对不对 它的一个小说名字 作者小说的一个书的ID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直接就写代码了 比较简单啊 searchURL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用这一个吧 用个searchURL 接收一下数据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建来 我们先暂时的话是以一个建来作为一个例子吧 然后HEADS的话我也是用这个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就行了 HEADS还是这个 然后的话同样发送一个请求 request点上我们的get请求 URL 对吧 等于我们的一个searchURL HEADS等于我们的一个HEADS 那么Planter打印一下 response.text 来运行看一下效果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里面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了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书的ID 书的一个ID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书的一个标题 对不对 书的标题 然后它也有作者名字啊 这是简介嘛 这是简介 然后作者在哪里 作者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又换一种方式啊 那我们还是用Person这个模块 又给大家用Person模块会好写一些 把我们这个response点上一个text给它传去 那这里的话我们用一个selector 给它区分一下吧 这里用一个select1 select1.css 我们要取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我们要分两次去进行一个提取 我们第一次提取的话 取的是什么呢 取的是哪一个 我看一下定位一下 这里啊 在这里 它一共有三个结果嘛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首先的话 取的是什么 取的是这个result啊 先取这个 那我们先取前面这个 一个class类对吧 点上 哦点还挺多的啊 挺多的话 我们再取下面这个 取下面的这个 先把它所有的一个DMV标签 对它进行一个提取 那我加个DMV吧 把它三个DMV标签 我给它定位出来 三个DMV标签 对应的是三本书籍嘛 如果说它是四本的话 那就是四个 我先取这一个 给它取出来 这后面我就不取什么东西了 然后用一个DMVS 给它接收一下数据内容 那这一个的话 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面的元素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select的对象 就是select的对象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吗 for便利一下 for我们的一个DAV 因我们的一个DAVS 那这个DAV的话 同样可以调用CSS的一个语法 或者说XBUS都可以 那我这样子的话 再进行一个深一层次的一个提取 比如说我想要它的一个什么 标题 标题是在哪里 在这个title里面是不是具有 那我直接取 取哪一个 取这个能取得到吗 取这个 直接能取到 那我就取它的一个title的一个属性 取这个标签里面的一个title属性 attr title 点上一个什么呢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 这里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什么呢 智能代码智能提示的 但是的话它就是一个小说的一个名字 nover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它的一个作者吧 作者名字 或者说小说的一个ID 它ID是不是在这个graph里面 那ID的话我们直接给它快速复制一下 这个是一个graph 那么同样用一个graph给它接受一下 还有一个是什么 它的一个作者 作者在哪里 作者在这里 是取它下面的这个标签 取这个标签下面的一个spam标签 spam标签 有21个 那还挺多的 有20多个 那挺多的 那我们直接先复制这一个吧 那就如果说有这么多的话 我们就往上取 取的话 然后再取什么呢 取第一个P标签 因为它这下面三个的class 类属性都是一样的嘛 那取第一个 第几个的话就是一个冒号 nth 杠我们的一个true的 然后括号里面写个1就好了 第一个 第一个下面的一个spam标签 第二个spam标签 ntr去 杠我们的一个true的 刚刚刚我们这个true的 取它第二个spam标签 这样子就OK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说会有一点不一样 咱们再快速复制一下 取的是什么呢 文本数据吗 对啊 作者 是吧 作者你不会怎么打的话 你可以用这一个翻译插件 先写个中文 然后给它翻译过来 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英文 我们可以把这几个 都给你们打印看一看 novernet 对吧 还有我们这个whorever 以及呢 我们这个作者 来给大家运行看一看 是不是就得到了 它的一个小说的一个名字 然后它的一个小说ID也有了 然后它的一个作者是谁 也都有了 这个的话是小说名字 小说名字 哎 名字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嗯 ID吧 它ID的话 我们只要中间这一步 只要中间这一个 那所以说我们需要给它干嘛呢 来一个split啊 进行一个分割 要给它分割 分割之后的话 它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列表 返回的是列表 我要哪个 我要这个元素吧 这个元素 取解 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列表里面 我要取它的ID的话 去取解 啊 取解 同学们 从左边往右边的话 是2 对 从左边往右边 它就是2嘛 取它的是取它的是2 从右边往左边的话 那是负2 对 一个是2 一个是负2 从左往右数的话 它是2 0 1 2 从右边往左边的话 就是负1负2 负3负4 这是有点区别的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作者 好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这些数据内容了 那我们把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取下来的一个数据呢 我给它保存到一个字典里面 保存到一个字典里面 我像我们的一个书名 对 书名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个 none 然后的话 作者 作者是谁 以及呢 我们的一个书的书ID 书ID是哪个 就是这个嘛 对 给它保存到这里面 保存之后的话 我们是需要在前面 加上一个空列表的 为什么加空列表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 可以让大家打印的 会好看一些 好看一些 把我们这字典 传到我们这个空列表里面 append 添加 对吧 列表添加 这个是append 是列表添加的一个方式 就把我们这个字典 添加到这个列表里面 然后添加之后的话 我原因在什么呢 原因是为了让我们 输出的一个效果 会好看一些 那这里的话 就是导入我们的一个 数据处理的一个模块 Pandas 这个的话就是 import我们的一个Pandas s我们的一个PD 重命名我们的一个PD s的话是一个作为 对吧 作为就是 把我们这前面 导入的一个模块 给它重新命名为一个PD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用一个PD 点上我们的一个 Data from 把我们这个ls 给它放进去 我们这边的话 就用一个变量 给它接受一下 用一个什么 search的一个数据 搜索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 给你打印看一下 这边的话 我们就不打印了 这个我也不打印了 运行看一下效果 对不对 它就会有一个 这个稍微长一点 没那么好看 没那么好看 怎么两个都是一样的 它两本书都是一个名字吗 它两本书都是一个名字 两本一样的名字 是不是 这里的话 它就是稍微 看起来的话 就有一个序号 这是第0 第2 第012 对不对 其实的话 你们可以稍微 可以完善一下下 就是print 打印一下 一共搜索到 搜索到多少条数据 结果如下 搜索到多少条数据的话 那我们就是需要用一个name name统计元素 个数 把我们的这个ls 给它放进去 那我们直接再运行一下 一共搜索到三条数据 结果如下 对不对 就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所说实现的一个搜索功能 搜索的话 我们还没有做完 我们还需要在前面这里 加上一个impot输入 请输入 你想要下载的一个小说名字 那我这个地方的话 用一个keyword 关键字 接受一下 把这个关键字呢 就传到我们的这一个里面 传到这里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要搜索什么 比如说你想 想看一个 什么 修真聊天群是吧 修真聊天群 那回测一下 你一共搜索到一条数据 数据结果如下 修真聊天群 这就是我们实现的一个搜索功能 那这实现的搜索的话 我们要去选择 我们这里只有一条的话 可能说我们要去选吧 对不对 我肯定是要去选择 朋友 这里要有一个imput 输入 请选择你想要下载的小说 续号 你想下第几个 下第零个的话 对吧 你就取个零就好了 那这里的话 我们用一个key number 接收一下他输入的一个数据内容 如果说我想要取第零个的话 比如说我这里取的是什么 取的是零 零的话我怎么能取到他的一个id呢 因为我们前面的话是保存到是什么 是一个列表里面嘛 第零的话刚好也是对应的他的一个元素位置 那我们这里就是用一个ls 取什么 取他的第零个元素 就是我们刚刚输入进来的这个元素 然后再取什么 取他的一个书的一个id 就能得到这个书id了 来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修正 修正去了 修正 聊天群 是不是 那我取哪个 取零 取零的话是不是就已经得到了这个 inter是什么意思 同学建议真的 放学别走 这位同学 你可以去好好学习一下 Pathom基础的一个语法 这inter是什么 有同学告诉他吗 来个同学告诉一下他 这个inter是什么东西 那么id 转换成整形 对 inter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整形的一个意思 整数整形的一个意思 我们要把 我们input输出出来的东西的话 它是一个自图串 输入的数据类型 是我们的一个自图串数据 怎么还用打电话给我 关了关了关了 对啊 我们输入的话是一个自图串数据 那我们这个 这个的话是要干嘛呢 我们取值啊 我们索引取值的话 它是一个整数 你自图串的话 是会报错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给它 转成一个整形的一个数据类型 所以下来用个inter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id 得到了id之后的话 我下面的代码 我是不是就可以取消注释了 这下面的代码 我就可以干嘛呢 取消一下注释了 取消注释 取消注释 对不对 那我的话就把这个id 给它干嘛呢 给它传到这个里面去 就可以进行一个下载了 就可以进行下载了 来直接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我要下载小说的一个名字是什么 嗯 进来吧 对啊 进来有这么多 我要去哪个 去第一个 我去要去一 然后它就会给我们 开始下载我们的一个 进来的一个小说内容 这就是我们实现的一个搜索功能 搜索功能 但是这个搜索功能没写完 没写完 它有bug 它有bug 我这里就暂停了 已经在下了 我给你看一下吧 已经是在下了 我们暂停一下 给它暂停 这个暂停的话 暂停报错是一个键盘中断 这个报错的话 是因为你暂停的原因 不是代码的原因啊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建栏 是不是 就它的一个数据 就给它采取下来了 当然我们这样子说 是这样子的 它有一些报错的 比如说什么呢 那如果随便输入一个呢 是不是它没有数据啊 我随便输入一个东西的话 没有数据 那我取零的话 它就会报错了 对 因为没有数据 都是零 都是空的 没有数据 所以说我们取零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索引 对吧 有一个超出索引范围了 所以说对于这一个案例的话 我们需要去对它进行一个完善的 需要进行完善的 完善的话是怎么去完善的 在哪里完善的 就在这一个 这个地方 你要判断一下 因为对于没有的话 我们随便取一个吧 我们搜索一下 它没有内容的话 它是没有哪一个呢 没有我们这一个标签的 没有我们哪一个 这个 这前面这一团标签 是取不到数据的 看到没有 是取不到数据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前面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说有这一个玩意的话 我们就进行一个提取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干嘛呢 给它跳出 跳出循环 衣服 对吧 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面的这些操作 进行下面的这个操作 没有的话怎么办呢 我们全部给它收紧吧 全部给它收紧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写个要事 print 打印一下 请正确 输入小说名字 或者作者名字 作者名字 你也可以说 位置没有查到 没有查到数据 没有这本书的数据 也可以啊 也可以 来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对不对 请正确输入小说名字 或者说作者名字 他也说 没有这本书的数据 也是可以的 当然了 我们肯定是不能说 要再运行一遍嘛 那我要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来一个死循环 给它来一个死循环 will will to 一个死循环 死循环的话 就可以 哪怕你没有的话 它也会重新让你输入的 哪怕你没有这个玩意 没有这本书 对 它返回的是没有的 那你可以 只再换一本书 换一个名字 去进行一个下载 当然了 我们还是需要 给它进行一个什么 退出的嘛 你不可能说 一直是死循环 我还是要给它 做一个退出的 一个条件的 keyword 等等于什么呢 等等于我们零 等等零的话 我们就选择退出 然后break一下 退出循环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写一个输入零 即可退出 即可退出 来我们直接再运行 重新运行一下 那我们先随便输入一些 对吧 输入错误 然后的话 我们要 干嘛呢 没有这本输入 对不对 那我们再输入个零 就可以退出了 就可以 结束这个代码了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实现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实现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理解吗 是不是很 挺有意思的 还挺有意思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当然你还可以干嘛呢 有一个什么 进度条的 对不对 我们没写进度条 from tqdm import 我怎么写了一个 导入进度条 显示模块 from我们的一个什么 tqdm import 我们的一个tqdm 然后把这个加哪里呢 加到这个地方就行了 tqdm tqdm 那再运行一下 那把什么 修正聊天群 这个应该挺大的 这本小说 应该很多章 应该挺多章节的 我打印了一个这个 我写了一个打印这个玩意 对 它就会一直一直这样走 我要把这个打印给它去掉 把这个输出的给它去掉 重新运行一下 找一本换一本小说吧 那还是修正聊天群吧 我把前面的给它 这个给它删了 修正聊天群 美丽 那就开始下载了 我怎么还有一个打印啊 我哪里还有 这里还有一个打印 我人傻的 这里还有一个打印 我再把这个打印也给它删了 就因为写了进度条的话 就不需要写那么多打印了 修正群 零 它一共三千多张啊 挺大的 三千多张 对 这就开始再下了 下了两张了 好吧 消化听声高手 更长啊 更长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实现的一个案例了 我就给它暂停了吧 就不给它下了 对吧 就是实现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样子的 没问题吧 是不是挺简单的 虽然说代码还是有点多啊 代码有点多 但是的话 整体的一个功能的话 就是这样子去实现的 你们还可以干嘛呢 写一个界面 写一个界面 我这里是没有写界面 对 来都听懂的同学 给老师刷个鲜花 都听懂听明白的同学 给老师刷个鲜花 思路没问题的 刷个鲜花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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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